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饭后茶语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主题呢 是一个市场上可能大家有听过的 私人借贷private lending 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集团的创办人胡总裁 总裁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究竟这个private lending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呢 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一般所谓private lending 我们通常指大概就是所谓的mortgage residential房地产的一些借贷的方式 一般residential房地产 它的贷款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就是收入好 信用好 税也报得好 我们叫A paper loan 那这一类人呢 就所谓的我们叫A paper loan 这一类就是 这一段时间我们做了很多 大家都很多 不管是purchase或refi都做了很多嘛 因为去年跟今天出的话 30年贷款最低利率到2.5了 15年更低了 还将到二出头 所以这个时候是历史少见的机会 大家要抢了 所以这个A paper loan 但是它的条件是什么 收入好 信用好 然后报税报得好 那第二类呢 是所谓叫做不查收入 我们叫stated income 那不查收入是不是什么都不查 应该不是吧 当然不是 不查收入只是不查税表 不查税表 但是呢 这一类的loan还是要看 你今天来讲 你还是必须要常债能力 因为不管A paper loan 或者是不查收入 这两类的贷款呢 其实都是银行出来的 那因为2008年 因为金融次贷危机以后 那政府要保护这些贷款的 一般的民众 所以呢 它就规定说 如果银行跟金融机构 要贷款给一般人的话 那其实一定要能够 证明它的常债能力 那常债能力 收入是一个常债能力 然后税表报得好 这些都是嘛 那如果这个不行的话 退而求其次 就所谓不查收入 你虽然税表报得不好 但是我还可以从 其他的方面来证明 你有常债能力 比如说哪一类呢 比如说你有过去两年 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了 那是不是比较稳定了 那还有呢 就是说你的 Profit and Loss 你的财务报表 看看是不是很稳定 对不对 虽然你税报得不好 但你的现金流很稳定 还有呢 你可以拿你的银行账单 Bank Statement来看 过去一两年 是不是很稳定的 来证明你的收入 这些就是来佐证你收入 来能够常债能力 那所以一般来讲呢 这个State Income 只是不查税表 但是并不是不查 那所以呢 这个A paper loan呢 说现在大家已经慢慢少了 然后现在来讲 我们觉得现在来讲 第一个不查收入变得比较多了 但是有没有情形呢 不查收入也不能通过 或者等不及的呢 有 有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私人借贷了 什么是私人借贷呢 就是不经过金融机构了 所以我们自己互相借贷了 或者是投资者跟借钱的人一起了 好 那这个部分来讲 那哪些 我们今天可以针对我们在 对借贷这种私人借贷的包尔来讲 那我们下一集 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讲 那根据投资 想投资这个私人借贷有什么好处了 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 对于这种私人借贷的来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 一定有这些需求 我们才有这样的市场 是私人借贷 私人借贷就是说 如果A paper loan不通过 state income要不然也过不了 比如说你并没有办法证明了 你的过去两年的工作了 这些事情来的话 两个都没有不过 或者我这个可能要等得比较久 差了还是比较多的东西 我不想那么麻烦 或者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只有两三个礼拜 那是不是要尋过不同的特别的方法 这个就是私人借贷了 很多私人借贷就是说 我前两个都不好的时候 我私人借贷 那私人借贷就私人跟私人借贷 有人叫harmonic loan 可是呢 我们的program不一样 不是这种harmonic loan 它是怎么样情形呢 就是说我们有个人 我们公司自己有投资者 或我们有lender 来愿意借钱给客人 borrower 那什么样的borrower呢 需要带船会带这样的人呢 大家直接想法 是不是你的housewife啦 或者没有工作的人啦 或者说学生啦 或这一类的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 举个例子来讲 因为这一类贷款呢 都是在投资房 不是自住房 那什么样的人会有这样需求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今天已经有一个出租房了 我想再买一个 或者我想把旧的卖掉换新的 可是呢 我新的看到好了 我旧的还没卖掉 那我的收入又没有办法通过两个弄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可不可以先用私人借贷 把这钱买下 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 再慢慢地把它卖掉 把它卖掉 这是一个情形嘛 还有呢 以现在来讲房地产很热吧 大家抢房子 那你如果你跟这个seller讲说 我付20-30% down 但是我要等贷款 可能要45天到60天 那你通常机会大不大 抢不赢别人 现在大方抢意思吗 cash offer 或者叫cash equivalent 什么叫cash equivalent呢 如果你来跟我讲说 我们借钱给你 我们愿意借给你 我们可以给你preproof letter的话 我说我可以两到三个礼拜房顶 甚至最快十天七八天都可以房顶的话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equivalent 好 所以呢 这些的话你要抢房子呢 还有呢 比如说你要买房子装修 然后再卖掉 这种flip property的 是不是也是一种 对不对 所以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 或者你今天去办贷款 办到说你有45天的esco 到第三十几天 银行跟你讲 哎呀你不合规定不能做了 你还有十天十几天 要closeesco 不close的话 你要不然是借不到钱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depart就损失掉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private lending的好处 private lending今天既然叫private 私人借贷呢 它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什么真的叫做不查 不查什么什么文件都不查 不查税表 不查收入 不查employment 什么都不查 只看一个事情什么 大概credit是多少 那有的最低的program 只要600分以上就可以了 有的要650以上 我就说看不同的program 它只看收入 其他一概不查 如果其他一概不查的话 会省事的多了 是 是好 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 因为私人借贷没有像银行有这种 传债能力规定 私人借贷说 那把你要买的房子或者现有的房子 所以你可以重新贷款 你可以新purchase 都可以 那把你的抵押品拿给我 拿给我 让我来做抵押的话 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像银行的角色 私人借贷的银行角色 只要条件合 我们只在乎你的抵押品够不够 而不看你的 你有没有deposit 你有没有其他的任何工作收入 这些都不看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私人借贷的好处了 那这样子来说是不是容易多了 是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范宇的私人借贷有两个program 一个program呢 是说 它的利息比较好 6点多到7点多的percent 可是大家一听 哇 6.99 7.99 这个利息好高啊 其实大家不要误会一件事情 因为私人借贷 它都是比较一年期或两年期的 而且大部分 最重要的是它是只付利息的 只付利息跟30年的房贷的话 连本贷利的话呢 其实差别并没有像想象的大 我举个例子来看 一个30年的贷款 4.5%的利息 state income利息 算不错的 算很好state income 一定月呢 大概付1500多块 1500多块 可是呢 你如果是6.99 比4.5高将近2.5% 你认为利息会不会差很多 事实上呢 如果是4.5的话 连本贷利是1500多 但是如果是 intest总理6.99 也不过1700多 他200多块钱 可是你什么都不要提供 然后又快 一年以后整理一两年以后 整理你的财务 然后如果帮你再来qualify其他的loan 这样做是不是容易的多了 所以这个program来讲 这个program来讲 就是说很简单 而这一类的program呢 我们是说 而且一个投资人对一个borrower的话 很简单 这种事情的话 那我们只做 这一类是只做第一顺位 然后不做自住房 只做出租房的话 那这个我们大概在夏威夷啦 在南北加州啦 西雅图啦 在有些比较特别的州 我们是做的 那第二个program呢 就更liber一點 那利息再高一点 利息再高一点 大概是7点多到 9 10左右的话 again也是interest only 所以也不是那么可怕了 那他的话就可以做 到70到80%贷款利息 刚刚那个话 我们需要至少 贷款最多贷到六成 六成 所以他的利息比较好 那另外这种呢 他可以带到 他的带到的话 可以带到七成到八成 而且这一类的program 在美国48个州都有做 那这个呢 他的好处呢 就是说 你今天来讲 你暂时把这些事情 帮你借钱借了以后 你可以重整你的 重整你的financial 然后你将来可以 重新贷款出厂 或者你可以买了房子以后 然后你自己 再慢慢的卖的话 你拿到更好的利润 再把中间的付掉的话 这样子来说的话 我们这两个program 就可以帮助大家 所以我今天来讲一个 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什么都不查 第二个重点是说 其实利息真的没有 你想象的高 一年到两年 一年6.99 跟一年4.5 一个是利息 只付利息 一个是连本代理的话 差别是200多块 如果你跟5个percent 也只差140块左右了 所以在这样子差别上 你可以不用提中很多条件 然后呢 也一定 通常大部分都会过的话 这样的情形来讲 所以私人借贷来讲 会越来越多了 在我认为未来的情形 A paper 大家能接着借了 重新贷款贷款过了 可能未来的市场 可能不查收入 跟私人借贷 在贷款上会更有人欲信你 所以呢 如果你是自己是 买卖房地产的中间贷款的人呢 或者自己是 想投资房地产的人的话 如果你在贷款方面 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不妨跟我们联络 看我们的私人借贷的program 可以怎么帮到你 你知道你本来买不到 可是现在有机会买到 本来可能有问题 但现在可以把问题解决的话 那大家对这一类program 兴趣了 尽量跟我们公司联络 我们可以给你看一看 说这一类的话 对你有什么帮助 好不好 是 随着这个经济的重启 疫情的慢慢减缓 我们知道贷款市场 贷款的这个市场很繁弱 那如果您有需要的话 Private Lending对你来说 也是很好的方针跟策略 今天非常谢谢总裁 我们大家下一次见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